各位好,上期我讲了我自己如何从工程师转行成厌房时,又成厌房时转成地产经济这个过程和经历,很多人给我留言,对我的经历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也问我,龙涅,我也是怎么怎么样呢?我也想转行,可以吗?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再多讲几句 我以前是搞机械设计的,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有绘画基础,愿意画,愿意设计,然后自己又喜欢就好,所以我选的专业是机械设计 但这个专业实际上是前途不是非常好的专业,起码大家那来讲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效应不可能有IT行业那么大的效应,那么大利润,机械传统行业,所以工资增长是比较慢的 像我以前的公司,那些干的时间很长,然后技术能力很强的那些老家伙,60岁70岁,可能也就挣10万吧 这些人的头脑里面都是充满了各种机构,他们看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那些事业远远不是说一个刚入行的工程师能短期能掌握的 各种机构,那是人类几百年的基数捷径,那机械是一代又一代的,那各种机构我们都在脑子里面藏的 你刚毕业大学生或者经历很少的学生,新工程师是不可能跟他们相比的 你看到他们那个现状呢,他们的工资收入呢,我觉得前途肯定是,这个钱是money 这前途肯定是不好嘛,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我也要转化那个原因 如果各位是理科或工科背景呢,我认为有三个职业 大家可以考虑在业余时间去做一下哈,有一些额外收入 如果是觉得不错的话呢,还可以转行哈 这三个行业是什么呢? 这三个职业分别是,第一个是业房师 第二个呢,就是能源评估师 第三个就是房屋估价师 关于业余房师呢,这是我的自己以前的工作哈 现在在51.ca上呢,华人业房师有十七八个吧 其中有六个呢,是经过我引荐到这个行业里面去的 或者是他们先学的课,在我经过我的培训,进到这个行业的哈 这个行业呢,竞争不是特别激烈 就像我说似的哈,华人业房师现在在51.ca上只有十七八个 当然了,有些业房师呢,还没有广告啊,但也不是很多 跟地产经济数量比呢,这个数字呢,十七八个,二十个,这肯定还是不算饱和吧 好,在我做的比较好的业务比较多的时候呢,我是十几年以前做的 可能第二年,第三年呢,就已经做的非常好了 平均每年呢,能做五百单生意哈 有时候一天能干三单四单呢,很忙啊,所以收入是不错的哈 这是一件房子 能源评估师呢,就是说,随着加拿大政府的能源补助政策的推行 然后,萧英产生了一个新行业哈 就是政府派人,派这些评估师呢,过来 到那个申请人的家中看一下房子的现状哈 然后,房主呢,去做一些改进 比如说换锅炉啊,换空调啊,加保免棉呢 做完之后呢,然后评估师直接过来上门嘛 然后再做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做完了哈 有这个报告之后呢,房主就可以去申请政府补助 这是能源评估师 这个行业呢,我有几个朋友最近几年去做了哈 据说是还挺好的,生意很多 天天都很忙,这种行业呢,跟银行师不一样 银行师呢,可以,可以属于一个大公司 银行大公司,或者是可以自己单干,都可以 但明显评估师呢,必须是从属于政府注册的一些大公司啊 然后呢,所有的生意呢,都是这些大公司来指派 派给你去做,然后呢,自己跟大公司 公司之间去分钱哈 所以这个钱呢,不是百分之百到自己口袋里面去 那好处呢,是自己不用去遭生意哈 你业房是如果你自己独立开业,没有生意就没有生意 一般钱都没有,但这种能源评估师呢 如果公司给你派活的话,有活都干 没活你也没什么损失哈 嗯,而对我的朋友的反应呢,这个生意是很好的 嗯,所以我认为有些朋友呢,如果有兴趣呢 嗯,这个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哈 好像考试,嗯,也不是很难嘛,有一定难度 嗯,嗯,另外一个区别,边防师不一样的是 它好像是过了几年之后,还要,每几年需要重新考试试啊 业房生呢,一次考试试试之后,以后不需要再考试 所以这是个区别,不过这个行业听说还是可以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一做 这个不需要full time做嘛,part time也可以考虑嘛 我推荐的第三个工作呢,就是银行的估价史哈 银行估价史,各位买房的人肯定都清楚啊 就银行派过来,然后扛你的房子多少钱 这100万呢,还这150万呢 这个银行估价史哈,这是银行给的活 所以呢,各位如果是跟银行有相应的关系 能达到这个行业里面去的话呢 这个生意也是不错的 我跟银行评估时呢,在验房的时候呢 我见过几次哈,我在验房,评估时过来估房价哈 我验房呢,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 快的可能两个小时吧 他报告回家写 评估师在现场的时间,可能也就是五分钟 长了有十分钟,看看房呢 几个卧室啊,几个包室呢 地毯,地板呢,这些状况啊 然后,我认为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这个好像是考试应该是难一点吧 因为当时我没有去学哈 在当时我学验房 在决定是考验房诗之前 我曾经粗略的过 在网上查了一下他的考试哈 好像课程上不少 当然我没有学哈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学这个叫房屋估价史 房屋估价史 我认为是 还是可以 在part time 可以挣一些外快呢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我今天给各位提的三个工作 尤其是对于背景是理工科的朋友哈 可以考虑 挣一些外快哈 希望各位发财哈 发财之后 不要往井客吃饭啊 请老年吃一顿啊